這個已經拆開的 這樣的UV 那當然才有其他地方可以放頭髮之類的位置 那以這個來講 我們要去畫的就是這一塊 Photoshop裡面要畫的就是這個區域 所以 我需要這張圖在Photoshop裡面看得到 Tool Render UV Template 把UV的模板算出來 不用到1024 12 12 然後 我Render的時候不想看到綠色的線 所以把這個關掉 沒有關掉是這樣 關掉是這樣 那因為我不想不需要看到綠色的線 所以 我關掉再按Render 那算出來的這一張呢 就存檔 這跟之前的 車子的 推測的時候算這張出來的想法是一樣的 那 然後就得到Photoshop 這邊可能沒辦法錄到全部的畫面了 好 OK 進來以後直接就按Ctrl-I 反轉 好 Double Click它的圖層 把它 那個背景圖的 部分把它變成 圖層 然後設定它是色彩增值 那我就可以開新的圖層放在它的下面 好 比方說 新的圖層叫做 欸 點不到 好 皮膚 那我就可以去選 基本的膚色來用 好 但是我這邊建議呢 呃 你要找基本膚色的時候是用 其他的圖檔 其他的 呃 影像的圖檔 來做 參考使用 那我記得我有一點 Sample Reference Image 嗯 好像這 像這樣子的 這個 這個光線還是打得太太強了 好啦這個 光線打得比較均衡 好 好 這個都把它變獨立的 好 那 這邊呢 其實有一種方式很快透過去啦 好 非常快的直接透過去 相機 空 ness 根本是要搭到 還有數順 也應該要 CA 按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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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 因為現在 Photoshop 5呢 有一個功能叫做 Puppet Rap 如果是CS4或CS3的話你可以用的是 變形裡面有個叫幻航 呃 老實說我覺得應該要用英文版 因為你用中文版它有很多翻譯 很奇怪 那這一邊的部分呢 Puppet Rap呢 它就取代了那個幻航那一些東西 因為這個更強大 它直接把你的這一個 我先放大一點齁 取消 再放大一點 好 它直接把你的這一個 圖呢 貼過來這個圖呢 變成一個 它就鋪一個假的網面上去 鋪一個假的網面上去 所以呢 我就可以在這邊呢 開始 找定點 比方說這裡不要動 這裡不要動 好 然後 眼睛的下緣跟我的網格 啊 上緣要動 好 釘這裡一個 開始拉 然後 釘這邊一個 然後 釘這邊一個 然後 釘這邊一個 好 那 Enter 我就把這一個 還是沒對準 再來一次 這邊頂住 我要動的是這裡 這樣應該可以了 比較準了 好 像這樣子 我就可以釘出這一個部分 那當然 其他的地方你也可以用 呃 不管你要硬張工具 好 先整個 大隻的皮膚的感覺先刷過 然後全部刷同一個 先使用全部都從一個區域的來用 好 最後再來細修 好 那當然 呃 直接整塊都拔起來 好 直接整塊拔起來 好 直接整塊拔起來 然後來這邊 補補補補補 好 也是ok的 方法 那這種方式 呃 最快速可以組成你的臉部 好 那我回到這一個 被這個擋住了 關掉 好 我只是先做個示範 好 那像這樣子 我把它 向下合併塗層 複製一個 影像 編輯 變形水平翻轉 按住 按住 移動 好 那假設我先這樣子 然後就存檔 檔案 儲存檔案 這張是Diffuse 啊 這張是 所有的都會畫在這上面 就是 Diffuse Bump 這些全部會在這張上處理 所以這次 我會處理一個Or 好 然後 回到 Max 好 那 才知求 Diffuse 就是去選我們剛剛畫的這張圖 去選我們剛剛畫的這張圖 呃 配的 PSD 換給他 秀貼圖 好 那 呃 因為我對的還是沒有那麼準 就是這個網格 我還是對泰超過一點 這還是可以調 還有就是在這個畫面上看的還沒有那麼精確 因為 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你可能看不到 好